103年春安工作从即日期展开 到2月14号晚上的12点 三峡分局长余瑞峰表示 春安期间将贯彻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服务热忱三大工作主轴 让民众平安快乐过好年 103年春安工作 从1月21号晚上10点 一直到2月14号凌晨为止 一共实施25天 三峡分局为了展现捍卫社会治安的决心 在春安工作首日 就举行了扩大请教继警力展示 宣示春安工作期间 警力维护治安 整顿交通以及服务民众的决心 并于警力展示后 针对三英地区主要道路 实施威力巡逻 以及犯罪预防宣导的游行 揭开春安工作的序幕 我们春安的各方面的工作 跟以往差别不大 但是我更认为 从这里面我们更应该要强调的是 当所有事情都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工作 更应该要让他提醒出来 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 把治安预防工作做好 把交通安全跟顺畅的工作做好 把为民服务的工作 做得比以往更好 103年春安工作 三峡分局结合了辖内警察 疫警 民房 守望商助队 以及志工等1600多名为安力量 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服务热心为工作主轴 加强犯罪征防 维持交通顺畅 立即有效回应民众 我们今年的春安工作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以民众的立场 我们要多做服务 所以我在这边 特别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今年我们三峡分局 包括我们三峡 所有辖区里面的 所有的疫警 民房 我们新手队 疫交 还有我们所有的学警的民意 我们的所有的市民 我特别在这边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分局长余瑞峰 特别要求执行春安工作 希望所有警察同仁 携情名利 都能够以民众的立场 认真做事 热忱服务 提供民众全方位 快速而贴心的服务 让所有民众都能够欢喜过好年 中佳新北新闻 三峡采访报导 今晚 あります 偶尔